歡迎收看全球現場深度週報 我是李小如 這星期我們先來看的話題是 全世界經歷了兩年的口罩 防疫人生 也要逐步邁向終點 日本準備在悶熱的夏季之前 適度鬆綁 南韓五月二號 解除了戶外口罩令之後 尹錫悅新政府即將要決定 到底什麼時候 要把室內口罩令也取消 不過目前在人多的場合 有許多的民眾 還是會自主的戴著口罩 另外更早解除防疫限制的歐盟 民眾早就放心的脫口罩了 而且四處旅遊休閒 從五月十六號起 歐盟的機場和班機裡面 也都不用再戴口罩 南韓第二十屆總統尹錫悅 這個禮拜宣誓就職 四萬民眾聚集在國會議事堂前廣場 見證歷史一刻 過去的總統府青瓦臺 也隨之對民眾開放 湧入參觀人潮 南韓當局在五月二號 已經解除了戶外口罩牆之令 不過這兩大群聚的場合 自主戴上口罩的民眾 還是不少 尹錫悅政府上任後 即將決定何時把室內口罩令也解除 當然這要考量疫情的變化 以及BA3 BA4等傳染力更強的 亞變種的威脅 大群聚集在國會議事堂前廣場 南韓 Omicron疫情 在三月達到 單日六十二萬人的確診高峰之後 迅速降溫 四月十八號 降為二級傳染病 撤銷社交距離規範 五月解除戶外口罩令 這個禮拜 單日確診人數 大約落在四萬多人 這段期間 儘管病例暴增 致死率維持在低檔 沒有封城 還能舉行總統大選 專家分析疫苗普及率高 老人三劑覆蓋率達到九成 政府大手筆投資疫苗代工與研發 快篩口罩等防疫物資充足 是重要原因 而在歐洲 百分之七十七的歐盟人口 已經確診過新冠病毒 逐漸走出緊急階段 各國已經取消了 大部分的防疫限制 五月十六號起 歐盟國家的航班跟機場 將不再需要佩戴口罩 法國大眾運輸 也同步解除限制 華都巴黎 巴黎再次迎接遊客如知的熱鬧景象 旅客解放悶了兩年的心 放心摘下口罩享受人生 今年春季巴黎訂房量已經急劇上升 四月差不多回到兩年前的水準 巴黎旅遊局預測 五到七月外國遊客人數 將比去年同期增加五倍以上 因為美國 歐洲 甚至南美洲遊客 都開始報復性旅遊 目前還在等消費力強大的 亞洲國家解封回歸 走出疫情回到辦公室也有許多改變 加拿大這家公司多了好幾個躺在地上懶洋洋的員工 不是生產卻讓人心情輕鬆效率倍增 他們就是員工家裡的毛小孩 有的擅長迎賓接待 有的擅長鼓舞士氣 公司因此獲得人道協會認證為友善動物企業 形象加分之餘 對業績與爭裁都增添幾分優勢 當地動保機構調查約有五成加拿大人 支持帶狗去上班 年輕族群猶多 疫情延燒的兩年來 加拿大有二十萬人家裡添了毛小孩 陪伴排解孤獨 全國總寵物數達到三百二十五萬 而在復蘇拼經濟的缺工潮之下 許多雇主也得開始考慮寵物 這個附加條件 公司新聞是惠中編譯 就在歐美國家逐步解除戴口罩等 防疫管制措施的同時 國際航空業上個週末 在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亞德開會了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 就提出了未來的景期預測 他們表示儘管燃料價格 帶動了航空運費的票價 短期之內會居高不下 但是各國旅客 因為悶了兩年的時間 這種報復性出遊的市場 潛力可以說是相當的可觀 因此從二零二三年開始 航空業的景氣 就渴望呈現快速恢復的局面 噴噴射引擎的趙英對航空業界與渴望出國旅遊的人們來說格外的悅耳 IATA認為原本預期要到二零二四年才開始恢復的航空業景氣 渴望提前到二零二三年 業者認為有搭機需求的人在疫情下悶了兩年 在各國紛紛放緩甚至解除防疫管制之後 從訂票需求成長的盛況 就可以看出航空業景氣已經進入恢復期 路透社報導指出 俄乌戰爭仍在進行 中國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堅持清零政策 卻導致疫情一時難以控制 讓中國的航空旅遊市場持續減縮 這些外在變數都沒有嚇跑 想要搭機出國的人潮 對於以低票價作為賣點的廉價航空 燃油上漲的幅度 至少要由業者自行吸收部分 因此像是維茲航空就以期貨避險的方式 抵消漲價壓力 艾亞塔認為中國為了堅持清零政策 目前防疫管制比歐美嚴格 對於航空旅遊的限制也就比較多 使得這個亞太最大名航市場 拖累了全球航空業復甦的腳步 但全球航空業整體的恢復程度 仍舊超乎預期 原本預期二零二四年才展開復甦的腳步 目前看來可以提前到二零二三年 不是新聞許這樣便宜 英國的二零二二地方選舉 手上強身領導的保守黨 在威爾斯 蘇格蘭等地大潰敗 首都倫敦傳統的富人區鐵票倉也失守了 而左派工黨全國當選的政務會委員的人數 是位居第一 但是席次增加最多的卻是自由民主黨 至於北愛爾蘭的議會選舉 主張脫離英國與愛爾蘭統一的新分黨 他的席次領先了親英的統一派 首度成為議會的第一大黨 但是他們並沒有跨越過半的門檻 而新分黨若是無法在六個月內籌組聯合政府的話 北愛議會將會必須進行改選 倫敦各個行政區的政務委員會選舉 結果已揭曉 市長卡恩以及工黨的國會議員 艾琳卡恩與現場支持者高興的熱烈鼓掌 萬茲沃斯區 巴奈特區 國會和首相府的所在地西敏市區 全都遊覽轉紅 倒向了工黨的懷抱 一九七八年以來就是保守黨鐵票區的萬茲沃斯 這次還打出了低市政稅的大利多 都挽救不了保守黨候選人的得票 英國的地方政府架構裡 各城各正的政務委員會經手的 都是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 像是住房的市政稅 學校教育 社會福利 垃圾的疏運 馬路的維修 以及停車收費等等 保守黨不光是在首都倫敦失利 英格蘭 蘇格蘭以及威爾斯等地也是大潰敗 掉了四百八十八席 而全國兩百個進行改選的城鎮政務委員會 前八個得票最多的政黨當中 工黨以三千零七三席名列第一 但席次增加幅度最大的卻是自由民主黨 在北愛爾蘭的議會選舉 主張托利英國和愛爾蘭統一的新分黨 席次領先親英統一派 首度成為議會第一大黨 但並未跨越過半的門檻 新聞黨若是無法在六個月內 籌組聯合政府 北愛議會將必須進行改選 強生領導的保守黨 之所以在這場全國際地方選舉選得灰頭圖臉 防疫期間首相府接連爆出的派對門醜聞案 財政大臣蘇納克妻子的逃落水風波 以及保守黨議員在國會質詢時 看色情影片等事件都讓民眾怒火鍾燒 另一方面 能源價格上漲 所引發的高通膨 高生活成本危機 更是主要的因素 投票前兩天 強生在首相府接受早安英國節目主持人 蘇珊娜瑞德直播專訪 被問到一名七十七歲 仰臺一個星期一百七十磅退休金生活的寡婦 每個月的燃料費從七十英鎊 漲到八十五英鎊 為了節省開銷老太太一天只吃一餐 也只買超市的黃標折扣食品 她應該怎麼活下去時 強生是這樣回答的 強生這段專訪被外界評為 是鬼打牆 懸後唐寧間的幕僚 向星期天《泰晤士報》表示 首相當天一早食物中毒 上吐下線 精神狀況欠佳 恭喜新聞 網紅編譯 日文首相岸田文雄 亞歐訪問行程的最後一站 就是到英國會見首相強生 而雙方在會談之後 認同印太與歐洲的安全密不可分 因此簽訂了歷史性的互相准入協定 能夠讓日本和英國部隊共同部署 並且在印太地區進行訓練和聯合演習 而這也是日本第一次和歐洲國家達成這樣的防衛協議 車隊緩款接近英國唐寧街的首相官邸 日本首相安庭文雄下車之後 快步走向等在門前的英國首相強生 兩人握手示意後 隨即進入官邸會談 安庭文雄的亞歐訪問行程 最後一站到英國會見強生 會談中談到烏克蘭情勢 兩人同意加強彼此的軍事合作 在印太地區進行更密切的合作 制衡不斷擴張海權的中國 因此簽訂雙方歷史性的 RAA相互准入協定 所謂的RAA協定 就是雙方國家的部隊 能夠共同訓練演習 並且能協助彼此救災 日本在今年1月 才剛跟澳洲簽訂了RAA 4月初跟菲律賓的二加二房長 跟外長會議上也討論要簽訂協定 而英國則是成了第一個與日本簽訂 這一類協議的歐洲國家 談到烏克蘭時岸田文雄衍生到台灣問題 也再次重申日本的立場 表示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 不只對日本安全而言相當重要 也是國際社會要維持和平穩定的基礎一環 加上雙方在去年12月曾經簽署合作備忘錄 要共同為英國未來空戰系統研發新型戰機引擎 跟無線電偵測反監控等相關先進的防衛技術 另外兩個人也談到了經貿議題 強聲表示英國將在六月底前取消對日本九個縣 共二十三項食品的放射物質檢測禁令 接觸食品進口管制 英國強化與日本的各種合作 都能看作是在脫歐之後 決定往印太發展的一小步 也呼應了英國去年曾經發布的一份 競爭時代的國防報告 落實了報告中呼籲的 要與印太區域國家擴大深化合作的關係 國日新聞陳頌秉 今年以來北韓的彈道飛彈試射 次數可以說是相當的頻繁 目前已經累計了15次之多 而在七號試射的飛彈 雖然它的射程估計只有六百公里 但是因為是從水面下的前艦發射 就引發了外界更大的關注 這種前艦發射的彈道飛彈SLBM 不僅它的技術比一般 從陸地發射的難度還要再提高 也因為前艦的隱密性 使得戰略威嚇的能力也隨之提升 北韓再度完成由潛艦發射飛彈的測試 儘管屬於短程飛彈 不過仍舊為東北亞局勢帶來更多變數 從潛艦發射飛彈的構想 起源於二次大戰末期的納粹德國 但最早付諸實現 這是在冷戰高峰的一九五五年 前蘇聯首度以改裝的六一一型潛艦 從水面下發射飛矛腿飛彈 激起直追的美國到一九六零年代 才有第一種SLBM 命名為北極星 在核彈技術 突飛猛進之下 美國與前蘇聯到現在的俄羅斯 SLBM都是所謂核無鐵三角 不可或缺的一環 進度稍微落後的英法 在一九六零年代後半先後 成為SLBM俱樂部成員 中國則是到了一九八零年代 才開始有可以發射彈道飛彈的潛艦 它和陸地發射飛彈最大的不同 在於飛彈必須先離開潛艦船 和水面才能點燃火箭引擎 這種技術被稱為冷射 潛艦人員要以高壓氣體灌入封閉的飛彈艙 同時打開外部的艙門 等飛彈艙壓力到達一定程度 飛彈就會彈離船身 然後跳出水面 經過事先算好的秒數之後 火箭引擎自動點燃 這時的飛彈就和陸地發射的一樣 依照導引程序飛向目標 陸地和水面發射的飛彈 無論大小也有採取冷射的方式 而不是直接在發射平臺上點燃引擎 藉此保護人員與設備安全 北韓在前幾年就藉著飛彈試射 顯示已經掌握了冷射的關鍵技術 由於潛艦船身大小的限制 SLPM的體型也比陸地發射的飛彈小一些 當然射程也就比較短 美國的三叉戟飛彈射程號稱一萬兩千公里 已經是最遠的紀錄 俄羅斯的布拉瓦 法國的M-51 中國的巨浪二型 射程從七千多到一萬公里以內 北韓的北極新飛彈 射程估計不到一千公里 表面上看來遜色很多 但如果能有效縮小核彈頭安裝在飛彈上 配合潛艦的隱秘特性 對日韓等周邊國家仍舊能造成一定程度的戰略 威嚇 成為談判時的重要籌碼 故事新聞學長編譯 感謝您這個星期的收看 也請您繼續鎖定 明天晚上七點半 全球現場 麻油天下 我是李曉茹 我們明天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曉茹